股神巴菲特今年多次出售 狂买西方石油公司股票 而他执掌的伯克夏公司 19号或当局许可 最多可以收购西方石油 普通股的半数股权 部分投资人认为伯克夏未来 准备买下整个西方石油 最终收购金额可能超过500亿美元 折合台币1.5兆元 这将成为伯克夏有史以来 最大手笔收购案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巴菲特对西方石油 如此情有独钟 在通膨席卷全球情况下 原油成为目前最好的 天然避险工具之一 至于巴菲特为何选择 投资西方石油 则可能是因为巴菲特 从2019年就开始投资该公司 因缘际会结识西方石油执行长 霍鲁布私下关系良好 虽然西方石油市值 2020年底一度跌到90亿美元以下 但换个角度 也为股神提供绝佳进场机会 之后受乌俄战争提振 今年至今股票涨幅 已经超过140% 事实上西方石油不仅是美国石油最大生产商之一 生产成本每桶只要40美元 也是数一数二的低 而拜登刚签署的降低通膨罚案 也为致力于探捕捉技术的西方石油 获得减税资格 近几年波克夏作用超过1000亿美元 巨额现金 如何把钱花出去 获取更大收益 成为公司首要挑战 如今巴菲特见到理想猎物 自然是要尽快收入囊中 近新闻高与庭 陈思议不倒